让你们起点装修房子的建议 好家伙 有让我买刀房想偷的 还有让我买枪搞个武器库的 我这家还能让我好好待着吗 这个更离谱 让我装个十个马桶 我什么 我要十个马桶干嘛 你们来我家的 我请你们拉把吧 话说咱现在虽然有钱 但家里面除了电脑之间外 其他的是分文不值 况且作为一个友好公民 是不可能买这些东西的 绝对不可能 我就先按照自己的想法小装修一下 当当当当 哎 没错 我把所有的车都买下了 现在咱也不用纠结什么车能配上咱了 七辆车 一周七天 一天一辆换着开 这个就是有钱人的生活 其实听你们说的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不用担心啊 这本真的枪 就是这些枪的模型 我也考虑过了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所以买点模型笑不笑不别人 里面的话 买了些玩偶的沙发 等粉丝来家里的 一起就会聊聊天 看电视啥的 哎 不是 这大姐又从哪进来的 我这车库门也没有开呀 我车库里面还有两个 你几个在这开会呢 算了 看几个也挺可怜的 这我暂时不用啊 你们先住着 咱们上二楼看看 这个就咱们的卧室了 两张床 每天换着睡 至于这个沙发光眼镜 是为了观察对面的猫狗的 这个桌子就原来平时休息的 万一有啥好的墙访 可以拿出笔记本电脑记一下 其余的房间我都没有装修啊 还没有啥新墙访 不然就从那边 挑几个听话懂事的小动物 服侍咱们啊 我觉得可行 行了 这边也交上的差不多了 咱们过去看电脑直播 虽然有钱啊 但是想长粉丝还得继续加油努力啊 对了 先看还有没用过的软件吗 哎 你别说 还真有 这么长时间了 我都以为全玩过了呢 看图标好像是个呱呱乐 你买过呱呱乐吗 就算买过也肯定没几个中过奖的 这个有两种可以选啊 价钱也一样 最高可以刮个一万 这么多啊 哎 那就随便来一个试试啊 看来咱今天手机还是不错的 赚了50 哦 又中了 赚了950 我去 根据运气守恒定律啊 下次可能就亏进去了 没错 果然亏了 再来最后一张啊 nice 又中了一千 得 就玩到这儿 见好就收 血润不亏 今天运气这么好 应该能找不少粉丝吧 那就再来开始播玩回游戏啊 现在游戏库里 只让一款游戏没玩过了 就这个最后的生还 来一起看这个游戏玩得咋样 呃 整个差距兄弟们 我感觉是所有游戏里面 好像都最差距影的了 直接把3D游戏变成了一个2D游戏 不管 先玩玩看 现在咱们有两把武器 一把手枪跟一把步枪 这个区别就有一颗子弹 变成两个子弹 诶 有敌人了 先是手枪 OK 成功解决一个 换句步枪是啥 一发解决 上面是咱们的血量跟子弹数量 这个行星应该是咱们打败丧射的数量 里面这些是雪暴跟弹甲 我感觉雪暴的运数不大 这些怪根本就走不到脸上 诶 好像就下一关了 哦 上面的星数到了30 就自动就下一关 诶 这游戏是无尽模式啊 我还说把这个游戏通关了 完了半个点了还有 也不说来个报的啥的 诶 我怎么还被黑客入侵了 这种情况你们知道怎么解决吗 我一般就直接关电脑 急着止损 那今天就只能不到这里了 长到本万粉丝难度就真的大呀 喜欢的一定要点赞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